根据中国海关统计 今年1到4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9.51万亿元 同比增长4.3% 其中出口5.06万亿元 增长5.7% 进口4.45万亿元 增长2.9% 顺差6181.7亿元 扩大31.8%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国际市场布局多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拉动作用明显 二是民营企业主体活力不断提升 出口占比不断提高 三是商品结构持续升级 基电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 四是贸易方式继续优化 一般贸易保持较强韧性 五是国内经济运行平稳 带动进口增速回升 今年以来 国家减税降费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落地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开局良好 尽管一些国际组织下调了 对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期 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我国出口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 但我国外贸总体 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 没有改变